各位早安 欢迎收到今天是1月30日月底 我出量了 今天是AJMarkets 我是樊巧瑜 想想港股昨晚要休息回吐一些 我们也拖累美股昨晚的表现 厉害不厉害 看看昨晚美股的情况 想想昨晚的道指收市跌至177点 去到26,439点收 至于纳指跌至0.5% 去到7,466点 跌了39点 虽然美国的12月份消费开支继续上升 经济前景进一步做好 但对市场没太大利好 因为另一边 这个数据刺激了美国的10年期债息 4年来首次升穿2.7厘 那这个息升也令到美元回升 所以这个也要继续留意着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苹果把iPhone X今季的产量 全民会目标减半 拖累昨晚的苹果股价急错 2% 导致美股受压 所以三大指数昨晚都要跌 昨晚美股没有运行 今天的港股会不会又跟回美股的状态呢 看回昨晚的ADR 恒指都要跌成 比昨天收市 ADR跌了超过100点 可能今早早起码开市初段 可能都要承接昨天的跌势 其实市昨天相当地刷下 其实我们早上 开市的时候都升得相当不错 曾经升成300多点流上 再创33,484点的历史新高 可惜之后升幅逐步收窄 11点多更加倒跌 跌成200点的流出 其实中午曾经倒升过 但很快又再跌穿回早早的低位 还跌成257点 所以从高低位计昨天的波幅超过500点 市场这么高 人生比较虚胁 最终昨天收市跌了187点 似乎有些单日转向的意味 有些割和青的状态 今天是期指结算 相信会低开 我们找支持位先看10天线 现在10天线大约在32,638点 说要这么低 还有几百点的下跌空间 要看10天线的支持 刚才提到美金反弹了 国债息率升 令股市有机会受压 要关注的是特朗普 国情之民 星期三美国联储局有个政策声明 虽然大家不会预计今次会加息 相信3月才会加息机会 但要看联储局怎样看经济状态 接下来的息口走势 债息情况可能会受到影响 还有星期五有个非农的就业数据 还有多家企业 美国企业会公布业息 今星期三会有Facebook 所以要留意住了 除了香港美股 昨天内地股市 也有个比较急的回吐 很凉 上升通道的顶部 上不到就有个比较大的幅度回吐了 昨天上证跌差不多有百分之一 创了一个半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所以看到几个主要指数 环球的主要指数 似乎去到高位都有一些畏高 大家要注意到未来的情况 我们看看其他大市指标 都是一般的 看到强势股指数 虽然还在80%流上 但是是回了一点 日势股指数 不过幸运还未升 另外三大市宽 都是全线向下的 其中中线时宽 跌幅较大一点 跌了1.6% 去到59.4% 好 看看有些朋友 是不是到 因为今早早 都挺是凍下的 大家 一早起床都挺是 很大的挑战 PC Hunter 早晨 Dickens Barry Stay indoor and keep warm 想问一下1038和358 这段时间还蛮OK的 不过我们稍后再看资源 我们再看1038 好吗 这款长江基建 好了 咦 它是在红灯 它灯号上是一般的 但是 上个星期就抽高了 升穿回50天线 上了50天线 现在就有少少后抽 到底是不是真兴穿呢 要密切关注 这里有个比较长的 蟹货区 大概是68元 这个位置 看着68元 现在它还在红灯 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因为这一棍 未来几天有机会转灯 如果还没买的 不如等它转灯才说 都是比较两体 这个长江基建 不是很明显的强势 咦 我干什么 我是想找RA 至于RA方面 它又OK 很快 前几天一枝大洋竹上来 它就抽升到领先方格 那里就香香香有 这个走势非常之理想 RA显示不错 但是它那个灯号 就没转 所以 所以就是说它比较尴尬 这一串 就是一个比较长方形的 方格 行了一段时间 虽然曾经突破过 这个长方形走势 但是很快 这里又跌下来 所以这一只 好像飘忽一点 比较难捉 这一只 好 另外 Peter 叫我考姑 你是打错字 你是打错字 还是想和我改花名 考姑 也有一度曾经是我的花名 现在通常有人叫我犯考 如果要讲花名 想问这15400 15400 不是早几天才看过 唉 多了 20元留下买不到 真是饮痕 它还是四粒红 绿灯的 昨天的市 回得急 它昨天应该没有跌 它又聪明 昨天还有得升 这些是没有位置看的 上面 都不知道有什么好看 又没有什么海货区 不如看这个 RA图 看每月转世 它明明 向这一边 左下 它又威 我摔上去 右上 似乎 这些好像免于大市的调整 是不是新一轮的强势股之选 这只金丝水 还有Ryan 今天很冷 大家保重 但我觉得好像没有昨天那么冷 好像昨天大风 Linda Sharon Harry Rick Kelvin 就说23100已经成为弱势兵团 但明明它有个分拆概念 Sharon 不可能100元 留下 100元这个关口 是要 给点力才行 这么容易被你上岛 做红底股 Wong Smile 早晨 Sharon 早晨 Kelvin 23100 看83元 不是吧 Tammy 早晨 楊泰 早晨 Kam Chi Mark 早晨 Sunlittle Kam Chi Mark 你问者1093 昨天答应了你 算金丝税之后 我们看另一只 资源股 石药 我们早几天的国股短评 说过 虽然绿灯是减了 但仍然维持着三颗绿灯 但这两天就有点回调 现在下试 50天线的支持力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 短期的双顶的颈线位 他穿了 17.4 他穿了 看了50天线 其实50天线同一时间 都是上次11月和12月的高位 所以这个50天线 大概16.5 水平就不容有失 如果穿了之后 可能要试低一格 就是横行区的底部 大概是14.6 如果从这个 成家努力集区来说 有个成家努力集区 就16.1 顶部 这个成家努力集区的底部 就15.1 所以有几个位 大家要留意着 当然 你也可以从这个 黄金比率来看 跌幅 因为之前的高位 做过 18.7 他从低位 我们 他真是很 之前很便宜 从这个 5.92 什么时候做下的 16年的2月 从5.92升到上18.7 如果回调23.6% 就是15.6 所以要看着 15.6的水平 这只 石药 其实 他算是非常强势的 其中一只 药股 希望他可以 继续继续 没有说我穿这么小衣服 其实我 临岸之前 一秒都还穿着 乳涌 道比说 公司冷得要穿乳涌 真的很冷 而且这间房子 好像零射凍 Nick就想看 777 我们再看777 哎呀 我们快看777 777 真是 哎呀 比他升 都升不起 他之前 其实9月 曾经试过高位 34元 楼上的 哇 一声跌了 20元 都穿过 幸好20元 这个位 真是很危险 穿了 真是 无底深谈 现在 他虽然几次 想反弹 但是 都上不回 都没有 突破 那个下跌通道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美的下跌通道 现在 又上了一点 虽然他这个 下跌通道的顶部 突破了一点 但他正在横行 到底会不会又再 失手 去下降通道 的下面 真的很难说 他也是 红灯在增加 现在是-4颗红灯 那么他的走势 就不宜 太过有太大期望 比较 一般 好 这个时间 我们说回强势股 因为最近的 资源股非常强势 我们今天连环说两个 资源股的强势股 都是我们今天 过股短评的目标 我们先看看 这个中国神话 中国神话 昨日以大成交破顶 EJFQ的势头能量强劲 估计仍然会有上升空间 我们先看看 细头能量灯 什么时候出的 很久了 去年的3月 就出了细头能量的绿灯 其实你看他的灯 他出了绿灯 他未必会 给个 Long的指定 他可能会 能量多及 卖了一阵之后 他这一下 3月才被他给你 你不用捱这一转价 所以你 一来要看 绿灯 二来要看看 Long的Signal 是何时出的 3月28号 当时 是15 얼마 现在上升 上$24 6 书 你可以看 在上升趋势上升趋势 如果画得不好 那怎样呢? 你可以在这里按Trend Watch 其实它可以简单帮你 就很快出了趋势 其实它已经在上升通道的顶部突出了 看看它是否可以延续强势 其实它除了技术走势非常好之外 又有绿灯之外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昨天出了一个营起 就说截至去年年底的股东应佔利润 有479亿人民币 按年增了92亿 2016年的同期盈利是249亿 原因都是那些 国内经济好、供给侧改革的效果显现 水电出力偏弱等的因素 所以就发了一个营起 除了它之外 昨晚演媒也是发营起的 就是这些营起的股东应佔利润 所以是有基本因素支持的 1711 咦?怎么弄成这样的? 让我想想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这个图... 咦? Sorry 我按多只欧化 那我们先拔走这个trend watch 其实这个演媒也是在绿灯中的 也是跟神话一样 也是发了4颗的绿灯 它其实是去年12月才发的绿灯 当时是8.5 昨天市回完全是狂升 上到14.98 15元 它发了一个营起 估计去年年底指的股东应佔盈利 有39.9亿至50.7亿人民币 它的增长更厉害 今年的按年增长1.9至2.4倍 2016年的同期盈利有20.6亿 演媒说 国家的供给侧改革政策深入实施 媒价在高位运行 所以令到它们的价格按年大幅上升 昨天的演媒厉害到 创了五年半高位 收市升成7% A股也升到超过6% 除了刚才提过的两只媒股之外 昨天的中媒也升了5% 大家记不记得上星期 内地GDP出了之后 这些资源股没有停止 因为内地去年全年的增速 比7年以来第一次提速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留意的地方 内银股和保险股 可以留下资源股 似乎资源股仍未受到气氛影响 除了这两只媒股之外 昨天的金属股都相当强劲 至今创了六年高位 马钢升成4% 马钢方面也发了一个营起 也是我们今天另一只 给你多一个过股短评 它的营起内容就是去年的营利预期 有41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都整两倍流上 它一来有营起 它这个技术走势也是相当强 它突破了横行区的顶部 如何画横行区的顶部 可以更容易看 这里有个箭墟 有一个parallel channel 这个也很简单 可以看到下面是3.4至4.3 大概是9毫子 你可以在横行区的顶部 再加上9毫子 就可以是下一格的目标 突破了横行区的顶部 又有人走 看看可不可以走高一级 当然很多时候突破了之后 可能有点后抽 看看这个大概是4个多少 4.3左右 这个水平守得住 应该就还有运行 它估计有机会上市5元的水平 差不多 就是你由4.3再加7毫子 就是5元 它的市涨率0.9倍 比较贵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昨天马降升得相当不错 升成4% 其他不止马降 其实从庆降跌1053 昨天有个营起 昨天都急升成一成一 另外一个焦点就是 今天要看看我们的腾讯先 那腾讯做什么呢 原来接货 接了曼达 曼达找了四大财团接货 包括有腾讯 还发起方 连同苏宁 融创中国和京东 合共斥资340亿人民币 就是427亿港元 收到14%的曼达商业X股 可以为大股东王富豪 王健林解决资金问题 还有四大财团 大家都憧憬 现在成为五强联手 有线上线下的东西 战略合作的东西 这次大家的饼子怎么分呢 腾讯投了100亿 融创苏宁95亿 京东是弟弟 投了50亿 加上340亿 入股14% 曼达由于香港已经退市了 其实他做什么 我们也不直接有什么影响 所以可能对腾讯和融创的影响 反而比较多 现在腾讯和融创 一解万达燃眉之急 但对腾讯的好处是什么 真的要再想一想 好了 我们看看营起的消息 因为今天其实也有很多营起 刚才除了有神话 马降之外 还有一个中杂2039 这个图也挺漂亮的 这些有营起的 它的图是漂亮 还有有基本因素支持 其实未必会受大肆回调太大的影响 或者它的图形比较大 它突破了之前的水平阻力 大概是16.6之后 昨天其实高位见过17.08元 它的营起估计去年年底指的股东英占利润 是介乎24亿至28亿人民币 我年大增成3.45至4.19倍 其实它2016年的时候 盈利是5.4亿而已 因为集装商制造业务的销量收入 盈利是大幅上升 所以就发出营起了 这个是不错的 还有上面的海货区 去到这个水平都消化了 大概是16.6的水位 上面就没有太多的海货区 它也是个灯号不错的 它现在还在穿了五颗绿灯 这个绿灯是1月8号 1月8号出的 当时大概是15.6 约上升了过几 除了中集之外 李文是孖宝也有个营起的 我们先看看2 3 1 4 先看看 它最近不太动 其实明明是人民币受惠股之一 航空股升到飞气 那些子业股不是很动 有什么奇怪呢 李文造子发盈起 按年估计纯利会增长超过七成半 都是价格上升和边际利润上升的带动 2016年赚28.6亿 估计今年的盈利会有超过50亿 另外李文化工也发了一个营起 另外刚才提过中集2039发的营起 原来中远海法2866也是发了营起 这些我一世都不会记得他们的名字 明明它不是叫中远海法 这种营起内容就是 去年的盈利不会低过13亿人民币 按年增长要2.5倍 盈利大增是因为之前的资产重组之后 出售了部分的业务 还有集装商的制造业市场是逐步复苏的 不过要留意它仍然在红灯中 虽然红灯减了 还有它的低位V型反弹 其实这个位大强未上了成交业务集区的顶部 如果上了一个8就更好了 如果上了一个8就可以挑战2.04先 之前去年8月所做下的高位 除了说这些营起的消息之外 看多一只 不如看看金利峰 它是绿灯 三颗的绿灯 但昨天跌穿了跳50天线 证监就说它发现它们的股权集中于极少数股东 有多极呢 看看 李月华控制的股份占以发行股本的74.6% 街货很少 相当于该公司当日以发行股份总额的91.6% 真是很集中 不过很多时候 这些股比正家妹一说之后 股价还会上升 好了 还有今天 不如看看有没有朋友想看其他股份 Gracelam想看一只1789 是什么来的 1789 是什么 哦 爱抗医疗 这一阶段的医疗股真的很好 这是半新股 它是去年年底上市的 这些没什么好看的 我帮不了 因为太短线了 它的RA看好没有 唯有 不适用 所以这些没什么办法 唯有看 这些是炒官求的 起码半年之后才有些技术走势图 有个朋友想看291 她叫我美女 所以我立刻要招呼她 爱抹啤爪 这些可以看得很容易 她是OK的 她去年2月差不多一年 一年之前发了长线绿灯 当时17元 之后曾经高位去过35元 现在仍然维持着绿灯 如果你有货 你可以考虑持有 因为如果你跟灯的话 一定的利润在到 50天线比较低 也未必去到这么低 而且这个位置也没有什么鞋货区 其实这些啤酒股 还有上两个星期说过 就是说内地加价 那个啤酒加价 所以是会有一定的支持力 因为你始终的产品加价 那么分分钟放入盈气 所以这里有个空间位 看看要不要补完 那个空间的底部 大概是28.3 看看这个上升的空间 甚至要补完裂口 这个华阳啤酒 希望你不肯高位接货 如果你高位接货 可以看看这个 或者这个前多一点 有个很短线的 大概过几星期的横行区 大概是27元左右 可以看着灯号 不如看看RA RA是一样的 向左下方走的 现在是转叉方格 RA牵市也是一样的 希望帮到你了 好,我们再看多一只 Terence Grant 想看2333 也是其中一只比较弱势的股 它发了一个刑警 但是昨天好像发完刑警之后 它不用怎么跌 看一看 真是没有跌 仍然守得着50天线 但是没用 它不升 这段期间的汽车股 真的不行 连吉利也不行 它都不太行 它有很长的横行区 相信阻力都比较大 大概是 因为这个横行区的底部 大概是多少 我们 画一条线在这里 这里可能有点阻力 大概是9.6 都是现在这个水平 看看可不可以上回 这个横行区 即是从上横行区 因为它曾经跌过去一格 那这一格 很辛苦才扭上来 但是它基本因素很麻烦 因为它有刑警 如果你还没买 就未必要选它 好了 差不多了 我们看看现在19分 不如顺手看我港股 横行至开市 今早早的情况 看看开市暂时未有数 有人叫我超美女 平保可以进入吗 我明天才回答你 平保这么高位 现在进入 浪浪浪浪浪 不过我觉得 它有些因素 就是有个分拆的概念 但是上次它分拆 都没怎么升 今早有大行上条388目标 道比话 最近大行不断狂上条388 其实平保也有 腾讯也有 到底是否水灭才有这样的现象 好了 恒指有数 时间到了9点20分 恒生指数今早再跌 去到32751点 低开215点跌幅有0.6% 国子方面双弱跌幅有0.7% 跌了 低开95点 好了 时间关系 收视之后 继续留意来转型的报道 拜拜 不要多了 有点 快讯 跌了 不想使用 训续 非常 小